中国人的课程 《中国人的课程》 培训 得一个俯示 欢迎你们来 今天晚上 我第一堂课 要跟他们分享 就在整个敬拜事 동里面很重要的 还有一件事情 我必须要提的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 我不能漏掉 我今年从去年开始在培训当中 大部分都是在讲小组的事情 多元化教会的成长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小组 现在教会在成长 有很多的不是一个单元 但有很多的元素在里面 医治事法 文土训练 敬拜 小组的事工 信徒传福音的那种动力 人际之间的关系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因素 这一次我跟教会在联络的时候 他竟然跟我提到一个题目 请到Punkpoint拿出来 可是今天你们讲的这个主题 敬拜事工 敬拜事工 我跟师母在洛杉矶的时候 你怎么只有单独在讲这些事工 我想说他应该应该是 这个小组的事工很重要 后来我在想说 特别爱塞 代表 指示会跟我在联络 我是 我有一种感动说 神特别 要在你们的讲当中 从这一个很重要的topic 要来讲 教会 神要给你们的信力 特别 要用这几天的时间 专门讲出敬拜的事工 这个敬拜事工 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而且在现在教会的成长 这种更新突破的当中 敬拜是第一个重要的 所以你们选择上好的福分 帮帮神 在这几天当中 让你们真正大大的 特长这个很重要的信息 敬拜的福事 好 我们来看今天第一个 第一个主题 讲到圣经中的敬拜 圣经中有很多的敬拜 你都翻开了所有 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 你最早可以看到的是 亚伯跟盖宇的敬拜 亚伯的敬拜神系列塔 有没有 有看到荣雅的敬拜 有看到 亚伯拉罕的敬拜 有没有 祖坛 有一个地方是敬拜神 是吧 我们有看到 摩西在旷野的 带领圣人在旷野的敬拜 建筑会墓 摩西在西海山上 跟神的单独敬拜 一直延续 你看 一直到大卫 做一个敬拜的总基层 集合起来一个最高潮的地方 在圣经里面 圣经中间一幅翻开 就是诗面中间的地方 很多都是大卫写了诗 敬拜的诗人在里面 一直到先知 你看 以赛亚在圣经里面 敬拜神 得到神的启示 有没有 神的本神经一道结束 讲到敬拜 有没有 一直到启 启示录最后结束 不是要讲敬拜 敬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 在整个敬拜当中 神已经把祂的心意放在圣经里面 让我们知道敬拜不只重要 而且它已经设立一个很好的码头给我们 当我们能够在这个敬拜里面 真是了解敬拜的时候 那种神的恩高 神的那种同在 神奇妙的作品 会在那个敬拜里面 这一个地方 神已经在 圣经里面已经建立好的一个模式 然后这个模式呢 将来会带到天上 永和的敬拜里面 所以我们从地上的敬拜 可以看到将来 永和的敬拜 是怎么样的一个敬拜 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要来看这个 很重要的一个题目 这个敬拜记在哪个地方呢 在历代志向第五章 第十一节到十四节 那我把它看到这个敬拜 是一个有地上荣耀恩高有能力的敬拜 而且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一个敬拜 我们也看到这样一个敬拜 那我们看这段经文 你就知道这段这个敬拜在讲什么 好 我们一起用整齐的书 来读这段经文 好不好 我们一起用整齐的书 好 准备好 准备好 准备来 好 来 当时在那都给了七十多 一个从四节 凭予不满从事 他我们属省所的时候 和他们的一位仁赏 西马 叶伦度 和他我们的凤侦 董事有多参七玛不一路 在待他们的宏宴 梁小拉 设字还行 中文字幕志明 为你和您同胞 真实与持无论下来与同胸 为您为佳华的容胞 我们的神的费业 我整地都来报道 听我们感谢你 为你有说不尽的恩典与慈爱 在我们这些蒙恩的儿女的身上 所以我们感谢你 为我们预备这样美好属于一个家 来造就我们 主要在这个地方我们来敬拜 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 跟弟兄随便一起彼此分享交通 在这个地方我们来学习 神你的话你的奥密 在神的家里面 更是要我们 成为主耶稣那忠实的门徒 能够被拆遣 到各个地方为你做荣耀的见证 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周末 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 主你要把极大恩典来赐福你的教会 赐福我们每一个人 然后每一个人来到你的面前 这一两两三天当中 主你能让我们的 就丰丰满满满的 从天上得到我们 给我们的那种 金面也比较好 以至于我们听了你的话以后 学习你的道以后 主要让我们能够像好种落在好土里面 结束有三四倍里 有六四倍里 一百倍里 学赐福在我们当中 也赐福我们聚会 让我们所分享交通的 都是神 你那美好的心意 来彰显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我们把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 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的祷告 这一段经文是一个极美的敬拜 然后行为是一个 一副富有敬拜恩高的一个男女 一个恩高 什么叫恩高 恩高 你就看这个 这个出埃及习30章30到32节 刚受摩西 什么高雅伦 让他分别为胜 恩高 让他是什么样的 有三个意思 一个分别为胜 让他分别为胜 当神高我们的时候 就要让我们分别为胜 第二个 他要把一个直分 像摩西高雅伦一样 要把直分 祭司的直分 要点雅伦 然后第三个 这个恩高 会带来神 给他的能力 好 我们知道在就与里面 有三个 有三个直分 需要神的恩高 在他们身上 第一个 祭司 刚才我们看到经文 30章在32节的地方 摩西高雅伦和他的儿子 是高他们 这个祭司是一个直分 是一个直分 他们是一个 西方人的直分 然后他能够 这一个直分 他能够做神 神要他做的一个服事 在会幕里面 做什么 叫他服事的工作 祭司 当他台约会 有没有记得 他台约会归叶旦河的时候 神的能力在他们的身上 方显了 所以他们他进 河叶旦河的时候 叶旦河的河水就分开了 神的能力 在祭司的身上 他不是有直分 神可以给他带来能力 君王 美勒 他是一个直分 神要给他这个直分的时候 要跟高他 高高猛 在《圣诺王》记上 第十章第一节 有没有 扫了倍高的时候那一幕 是神高他 然后他那做以色列的王 同样 沙摩也来高 大卫 大卫成为接替 扫了座王 君王需要高 需要高 还有一个 先知 先知 他必 他需要高 我们看到以利亚 怎样来高 神将的赫比计 恩高 把你这计设的智慧 他要改成去 先知的 职分 在 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 第一到第三节 也提到 耶和华 恩高的 以赛亚先知 我们看这段 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 来 主耶和华的灵 在我身上 因为耶和华用刀 报告我 教主传好信息给贤卑的人 猜检过 医好伤心的人 报告贝鲁的得失法 被求的出奸老 报告贝鲁的恩怨 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 安慰给贤卑 祂不只给他资本 祂赐给他能力 祂在这里 祂能够听传福音 祂能够医治好 祂能够 让被求的出奸 祂有能力 神当给恩高一个人的出奸 祂就会给他资本 也给他能力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要可目这样的一个 恩高在我们身上 主啊你也恩高 虽然我不是像君王 不是我不是做先知 我今天呢 我做了教会的同工 俗事 我做教会的一个 教导的主学老师 主啊你也给我恩高 让我恩高 有这个质本 而且有这个能力 让我教导的能力 让我能够神给我 祂的能力来俗事 恩高 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来赐给我恩高 我们知道 恩高到耶稣的身上 这三个 全部都集合在耶稣的身上 祭司 君王 还有什么 先知 都在耶稣的身上 旧约在做恩高的时候 那是恩高 是以高游 以高游才以高游 他们以来西班尼叫聖明 到耶稣的时候 从耶稣开始 圣灵 有没有 降在耶稣的身上 有象征的圣灵 他往马上山上 圣灵降在耶稣的身上 福音 祂所做的事工 所行的事 都带来期待的努力 圣灵恩高在我们每一个人上 是非常重要的努力 求主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主的恩高 在我们的当中 当你在敬拜的时候 神会不会给我们恩高 会不会给我们恩高 会不会 圣灵恩高 等一下我再详细来跟大家分享 一定要确定说在哪个地方神有应许 神会应许我们带来圣灵恩高 好 第二大点要不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得到恩高的原则 什么得到恩高的原则 那一个敬拜的拦户 你看到刚才一个敬拜的极免的拦户 它里面有讲到几件很重要的事情 在历代之下五章十一到十节 第一个讲到 当时祭司都已经自觉了 我们得到神的恩高第一个要自觉 什么叫自觉 要自己洁净自己 让神的恩来清净我们 自觉 在西伏罗文他叫做 He is God God 他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做 你要自己做 你要自己做 要自己清洁 你知道在犹太人的环境里面 他们常常洗手 他们常常要洁净自己 他们读圣经的时候 圣洁的他们就会洗澡 他们超圣经的 你会洁净自己 在犹太人他们的环境里面 你看他们住的地方 一个清洁的水池 装在洗澡里 清洁自己 自觉 所以当时祭司要服事的时候 他们已经自觉了 要清洁自己 得到恩高 一定要记得 要清 自觉 自己要洁净自己 在神面前去这里洁净我 让我这个器皿 能够来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 这也表示一个挺敬虔的心态 在主的面前 我们知道在新约在提摩太后书 第二章二十节 他讲一句 人若自觉 脱离别近世 旧必然做为众的器皿 成为圣洁 何无主要 预备行 各样的善 人若自觉 在新约 保罗也提到 跟提摩太 讲到这些重要的事情 人要做神的贵重器皿 一定要自觉 自觉 自觉就能够成为神贵重的器皿 得到恩高伦的第一是自觉 好 第二个 他讲到说不分班公子 在十一节的后面也讲到不分班公子 不分班公子 意思是他全然的投入 我们知道当时候 在服事的时候 如果看地带至上二十章 他们有些分班公子跟不分班公子 在圣殿的服事 分班公子 不分班公子是有差别 他说不分 分班公子是十二个人一半 你们记得 他分十二十四半 二十四半 那十二乘二十四是多少 十二乘四十八多少 十二乘四十八多少 十二乘二十四 十二乘二十四 十二乘多少 这两百八十八 你看当时候有两百八十八个人 在圣殿里面服事 当时分班的话分二十四班 有十二个人一半 十二个人一半 当时候在圣殿敬拜的时候 在一个荣耀的敬拜的时候 一个很高的敬拜当中 里面已经有两百八十八个人在里面 没有分班 当时候没有分班公子 全然都能在里面 全然都能 我们在服事的时候也是这样 一个全然 都能在里面 不能分班公子 我们在教会服事的时候 我们教会有敬拜赞美团 好多的敬拜赞美团 曾经十二有敬拜赞美团 十二敬拜赞美团 十二敬拜赞美团 有一个缺点 后来我们跟他们讲说 你们根本是这样子 那些 当天要带领敬拜的 来敬拜赞美团 他们很早就来了 其他的敬拜赞美团 他们 如果不轮到他们的话 他们不来 甚至有时候没有来礼拜 我说这个不对了 这个也就是这样 分班公子 我们什么时候 在敬拜的时候 全部都是要投入进去的 所以我们跟他们讲说 如果你是 带领敬拜的 或是你没有带领敬拜 你记得 你礼拜天一定要 只要坐在第一排 表示怎么样 你全心投入 神不仅会恩高你的敬拜 当然 你会恩高所有的敬拜 当你没有在敬拜的时候 等在下面 在支持 祷告 乃是法 在台上 带领敬拜的敬拜 带领敬拜 我们在敬拜当中 他得到恩高 全难同入 我们在神的面前 在敬拜的时候也是一样 各的一样 全难同入 在敬拜的时候 全难同入 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有什么都能在敬拜 这边再带领敬拜 上面再带领敬拜 我们下面带领敬拜 全难同入 你不要看别人 你要看 只要看 注目看耶稣 全难同入 神必然 你把那个恩高 带领在当天的敬拜 看别人在拍照 你不要看 别人 也注目在耶稣的身上 全难同入 全难的投入 全心投入在主的面前的敬拜 必然来带来恩高的敬拜 第三 他这里有想像 穿细麻布的衣服 如果提到细麻布的衣服 这个细麻布 在旧位里面 它象征的是一个尊贵 象征是一个合意的 细麻布是一个尊贵的 在衣服当中 那时候他们穿着细麻布的衣服 在敬拜神 表示他们 审判他们是一个很尊贵的 要把最尊贵的 信到神的面前 然后所有穿的 就是一种穿一样的衣服 来敬拜神 我们在圣经里面 也审定我们一个提示说 来敬拜神 一定要 要怎样 要穿的是要穿的 要穿的 合适的衣服 在尤解经文我们看 在 四篇第二十九篇第二十一 说什么样 要将 耶和华的名说 当得的荣耀 归给他 以圣洁的装饰 敬拜耶和华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特别在台上的时候 我们的装饰 我们的穿着 我们的外表 要核无神的心意 现在有很多人讲一句 只要我喜欢 有什么可以 只要我心灵 你称实敬拜就好了 其他不重要 是这样子 在圣经里面有教导 我们就叫圣经的教导 我记得 你去参加韩国的 在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教会 我相信我们当中去过 就是赵勇基牧师 在纯福音中央教会 你大概有参加过你没印象 他们在庆拜的时候 开始 门一打开 台上 庆拜这样 他们就在大概半个小时的庆拜 那个庆拜你注意个看 他们不仅穿着那个 很适合的 没有一个人穿不一样的 只穿一样的 他们甚至 这个不能穿鞋子 他要抬上去 当时特别的 穿他抬上去 不是他们的鞋子 另外一种鞋子 他们穿上去的 他们为了要在神的面前 做一个敬求的敬拜 和神心意的敬拜 他们很看重这样子 就是很帮助我们 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 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我们在你的心 预备好了 我们要穿什么样 适合你 敬拜 我的母亲 她 我记得她还在一起的时候 她每天早上五点就起来了 那五点起来的时候 她就 当时我在台湾木会 她就 在礼拜堂的地方 就 跪在前面 这个地方 我注意看她 起来的时候 跪在那里 她穿了一个白色的袍子 她特别做了一个白色的袍子 她跟神经 就跪在这个地方 一边敬拜神 一边敬拜神 我那一幕还想很清楚 记得很清楚 修神帮说我们 我们要最敬请的态度 要尽快神 那个时候神的恩道 就会在我们当中 好 第四 这里讲到说 站在坛的东边 站在坛的东边 为什么不讲站在西边 在南边 站在北边 特别讲 站在坛的东边 你如果注意看 以色列人 他们在世界各地 特别你说到东部的地方 在转接的时候 在贵城 在领约 你注意看 那些犹太人 那时间一到的时候 他跪下来 在那边祷告 敬拜神 他的方向 不是随便跪的喔 你知道他不是随便跪 你知道 他们的方向是向东 跪的地方是向东 中边 是太阳升起来的地方 象征着 希望 象征太阳是有个能力 热力 他向你中边 所以这些人他们就站在东边 那这个地方也有一个属天教导 他们站的时候有一个位置 我们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复事的时候 有时候牧者要我们说 你看在这个地方 他偏偏不要 他要在这边 有没有 顺服 顺服 顺服在那样 次序上的顺服 也是很重要的 这应该在教导我们这样子 教导在次序上的顺服 有一句话说 顺服就是什么 农服 在神面前 这一段就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学习 站在谈的东边 带来恩高的原则 好 当时有吹号的歌唱的 他们一起来 我们教会有很多的 尖宝教典团 这些歌唱的 我们有谈乐器的 一起加入在这里 来服侍神 或是吹号的歌唱 他们都加进来 而且 他说一起发生生而回忆 这一节很有意思 这一节在历代之三二十五章 第六节 他说他们是怎么样 They were trained under skillful in music 是有训练的 你想想当时有一百个二十个祭司 一起吹号 有没有 深刻 这里讲深刻而已 如果他们没有训练 一百二十个号吹起来 各吹各吊的 你可以想想 那个情况是多么的混乱 是不是 你想是不是有训练过 一定有训练过 他们奥起来 训练过 他们才能在那个地方服侍 一百二十个人 刚才两百八十八个人 有没有 加起来多少了 你可以想 零超过四百个人 就在那个地方参与服侍 一起发生生和回忆 训练过 要预备 我们要奉献的时候 一定要预备好 要预备好 在礼拜天 在礼拜的时候 要最好的准备 拿着 带着弟兄姐妹 来礼拜 礼拜 礼拜神 这么多才能 每次看到的 礼拜 都是淡相 看到的礼拜 当一个魏信主 来到我们当中 一看 我们在那边礼拜 他说 我们满口喜笑 满舌欢呼的时候 外邦人 就有说 耶和华 为他们群的大事 使得一百二十六百人 他说 这么多人在敬拜 而且有这样 好的预备 合一的敬拜 最好的奉献女神 他说 外邦人一进来看到 这个地方不一样 所以 要很好的预备 非常重要 好 他们在那个地方 说什么呀 赞美感谢耶和华 赞美感谢耶和华 耶和华 本位上 他的慈爱 永禀尝尝 因应本来是很powerful的 这个东西 加上 他是用神的话语 来赞美神 你看可以想象当时是什么的情况 也有吹号的声音 也有唱书的声音 他整个会幕怎么样 充满神的荣耀 这个会幕我们看到 这个画家把他画出是怎样的情况 这么多人在那个地方 赞美感谢 吹号 歌唱一群的敬拜 在这个时候 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在这样一个敬拜当中 发生什么事情 在我们刚才读的 第五章十四节的地方 发生一件 很奇妙的事情 他说怎么样 他说死 祭司怎么样 站立不住 站立不住 在圣经里面有一节 很重要 关于敬拜的经文 就在这一幕上 在四代二十二篇第三节 他说但你是圣经的 是用以色列的障碍为主 你看算一算大概这个 中文大概有几个字 十几个字 我已经看到圣武的圣经 刚好这几个字 圣武我刚好会 所以我就把它写下来 他说 他是从这边读过来的 希伯老师从这边读过来 他说 是这样读过来的 希伯老师这样 从右到左 这几个字刚好 我认识他 所以我就把它写下来 原来 这这么多的字 就是在原文只有五个字 只有五个字 只有五个字 那这个什么意思呢 他这个是VED 在原来说 AND 他意思YOU 他DOSY 是HOLING 他们 希伯老师没有BDOS 所以 And YOU AREHOLING YOU SAVE 这个是一个关键字 很重要这个字 YOU SAVE 好 这个下来其实是这个字 是什么 KHE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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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负数的 KHEDOS 这个字 大家知道 YSRAEL 但是And YOU AREHOLING 这个字就在这个地方 敬拜的POWERFUL 就在这个字 就像这边呢 为什么敬拜非常重要 为什么敬拜会产生 那么大的高膜在里面 就是在这一个字 原来它是用宝座 是一个名词 但是它的 信拜我们的用不是名词 它是动词 它是意思说 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它的意思是这样 上帝就坐在那个地方 是这样的意思 而且正坐在那个地方 你想想上神如果坐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 但我们敬拜的时候 没有这里空空的 就这样子 这是一般人的敬拜 神没有在我们当中 这个字非常重要 它叫YOU SAID 它是一个状态的动词 就是当时情况 就会发生那种情况 什么情况 就是神就坐在 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 所以我们讲以色列赞美 我们就是信任以色列人 我们的赞美的时候 神就坐在他中 神的赞美不是只有坐在 那个 这方面就是牧师 那个大的教会 坐在美国人 爱人的教会 坐在哪一种人的教会 不是 哪一个教派的教会 不是 神的同在 就坐在所有 用心领身实 预备好自己 成为器皿 而且 用我们的赞美 敬拜 神的宝座就设立了 就设立在我们西亚图 海里的教会 每一场每一次的大小的敬拜 所以当时我说 其实站立不住 因为神就坐在那个地方 荣耀的彰显 其实站立不住 站立不住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说 有时候在敬拜的时候 那种 神同在那种恩高能力 整个彰显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 那种敬拜是什么样的敬拜 也许我们当中 参加做的那种敬拜 当你看到那种敬拜 也不要批评 也不要 怎样怀疑 我看神在那地方做什么事情 因为神不偏淡 在任何有恩 神同在敬拜的地方 他就会设立他的工作 四边 二十二边 五十三间 这一间 我们在敬拜 一定要记起来 但是圣经 是用以色列的账为工作 好 这一幅恩高荣耀 能力敬拜 就在我们当中的章节中 神把这一步 告诉我们 七件事情很重要 就神帮助我们 我们敬拜他们 帮助我们 示范我们的所有的子 在个人的敬拜当中也好 要用神的话语 来启示我们 来教导我们 成为一个 和神心理敬拜的人 那时候 恩高的能力 就在我们的身上 就在我们每个人的状况 恩高的敬拜 带来奇妙的作品 当时有祭祀的占领主 他会带来什么样的作品 他会带来神龙高的国战 这一幕我们 在历史上看到的 他会带来 孩子们在敬拜 清晨敬拜的时候 他讲的一句话 是会有敬虔因业的地方 神恩典的同在 就会即将来到 这是他自己在圣经里面 看到 历代之下 第五章 第一节到十四节的时候 他们圣经里面 写的这样一个注解 写这样的一句话 我们的敬拜也是一样 当我们 前程在神面前敬拜的时候 这个神恩典的同在 也会在我们当中 好 第一个 神荣耀的同在 会在我们当中 他的荣耀 第二个 当我们敬拜的时候 第二个是 会带来改变的能力 这个恩高 不只给我们一个资分 恩高 不只分别为生 恩高 敬拜带来能力 带来能力 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也会有很多的感动 那种感动 每个人都不一样 因为我们没有分享 所以我们就回去了 如果有一天牧师在 我们今天敬拜 有什么感动的 有什么得到的 我看很多人都会分享的 我记得在 在小组敬拜的时候 我们小组敬拜的时候 那一次我记得 有一个年轻人 他就进来 大概是 大概是 十六七岁吧 高高生的一个孩子 那一天进来的时候 他们觉得奇怪 因为他的头发是这样子 转幕间这样子 翘起来 还有一个辫子 不是铁线 还是翘起来 还是染了 那个蓝色的头发 蓝色的 那他们妈妈带他 一起来 一起来 来参加我们的小组 那说到 我们 在敬拜的时候 那 我们看到他 那个头发就很奇怪了 就这样子 那他妈妈跟我们讲说 这个孩子 头发想把他剪掉 又不敢他剪了 妈妈把他剪掉 剪到 反正 如果没有经过他 终于把他剪掉了 不知道会怎么样 他一定会很善善的 有年轻人啊 特别他那一阵 天夜夜酒那段时间啊 他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动作 父母亲虽然看不过眼 但是 他也不能做 不能做什么 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 要怎么办 那我们跟师母说 这个 我跟他讲看起来很好看嘛 这个这样子造型也是不错 但是 父母他不喜欢这样子 不高这样子 那 我记得我们就在那个地方敬拜 在敬拜 第一次也没有什么感觉 后来这孩子又喜欢奶了 就参加我们在这个敬拜当中 有一次 在敬拜的时候 他 在那个地方散光照他 自体光照他 我记得他那时候很有他的感动 那一天来的时候 在敬拜的时候 大家一起为了他 我们 刚刚我们也 为了很多的事情在祷告 那我们也不是为了这件事情在祷告 说主啊把他的头发剪掉 剪掉 我们可以这样祷告 我们只是在心里面默默想到主啊 你那个改变的能力就是这样 改变的能力就是这样 我们不能做的 唯有你能做 我们真的怎么这样子祷告 结果我没有想到在第二个离 回去了以后 他后来再回来 看到这个没有不见 我说 是不是你妈妈晚上给他剪掉了 我说不是 他自己说他自己要剪掉 你知道如果神没有光照他 没有可能这样做 敬拜带来改变的能力 神坐在我们当中 坐在小祖的敬拜当中 坐在我们个人的敬拜当中 他会带来极大的改变的能力 来 来 怎么样 好 增战 带来增战的能力 我们看 历代之下 二十章二十一节 我们记得那段故事吗 当以色人面对三国联军来攻打他们的时候 神告诉叶撒法国王 说你要做一件事情 来抵挡三国联军 那他做什么 他说你设立怎么样 歌唱的 换句话就是设立圣歌队 圣歌队 圣歌队 这些唱识的人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圣歌队 是坐在前面 他们就唱一句话说 刚称切耶路法 因为他们等会上 他们慈爱永远唱 就只有这样唱这样子 一直唱 一直向前 一直唱 一直向前 诶 竟然有这样的一个改变 怎么样 神在增战当中 为他们增战的身 可以设定增战的身 这是很奇妙的 一个打仗的战法 我想 所以世界还没有过 这样一个增战的方式 赐利圣都对 这里讲到说 赞美的大力 当我们在赞美的时候 神会在那个赞美的方式 赐利他的能力 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 在公耶利哥神的赐利是这样的 有没有 神在赞美当中 建立他的能力 好 增战的大能 好 第四 带来着 一个 好 来 医治的能力 在圣默记上 十六章二十三节 提到说 当扫罗 有恶魔进入他 生命里面 他开始挫乱 坚持开始挫乱 当时候大卫 拿着群 在扫罗面前 弹琴 在那里弹琴 在那里弹琴 我想他不仅弹 他也唱 他自己做的诗歌 耶和法树很莫诚 必不知缺乏 他唱诗歌 一边唱 一边赞美声 带下什么 医治的奔造在他 可是我们有难处的说 唱诗歌 在诗歌当中 求神来医治 音乐代表 带来治疗 所以现在这个 音乐治疗 在美国的这种 学校里面 这样一个主修的课展 音乐 会带来一个 神的医治 因为有神的话语 有神的能力 在音乐当中 神会带来 极大的医治 不知 脱不过 赞美 这一句话 好 奥古斯跟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音乐是一种 最好调和的科学 在第四世纪的时候 他讲这句话 初一想的时候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它是一个最好调和的科学 当我们心里面很乱的时候 心里面不平衡的时候 我们精神方面 到我们的生活方面 各种不平衡 不掉出现的时候 他讲 音乐是什么 这种调和的科学 他们都调解你的生活 你想想看神的话也在我们心里面 加上音乐 加上音乐 在我们当中 你看 在敬拜的时候 神设立他的宝座 神就带来医治的能力 在我们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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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堰祢的 frequency 在建议里面 做一件轻量的事情 什么事情 建议的锁链 全部 带来 神的 侦利 我们心里面有时候有很多的昆霸 有难处 你在境外当中神会把这个难处释放 再帮我们这个难处把我们枷锁拿掉 带来释放的能力 我们生命当中常常有顺境,有内境,有高山,有低谷 我们都不一样 我们特别顺境的时候我们站起来 有时候逆境的时候我们不一定 逆境的时候甚至有时候难远什么 有时候我们会甚至离开什么 无论顺境无论逆境,我们都是静白色 在音乐上有种叫大调,有种叫小调 你知道吗?大调不是它比较 音乐比较多大一点,比较小一点 它唱出来的调性音乐 它大调唱起来会让你感觉到很明朗 让你感觉到很愉快 高兴喜乐 那种大调 但是有一种小调 听起来会比较安、悲安一点 听起来会比较悲伤一点 那种感觉 在音乐里面有这样一个调性 神把音乐赐给我们 都能够拿到敬拜里面来的 无论我们顺境,无论我们逆境 神就要让我们来敬拜说 或是要在各种情况当中来敬拜我们说 丁神念了 你在顺境的时候敬拜说神 你在逆境当中敬拜神 不容易 但是你会在当中敬拜神 神认喜悦要敬拜 神喜悦在忧伤中敬拜 在忧伤中的赞美 跟我们说是 我们在诗歌里面 有很多的小调的诗歌 提到那个赞美 小调的诗歌很美 好,用那个赞美 来赞美神也是 特别我们有盘处的诗歌 我记得去找那些 那些强调的诗歌 譬如说 你还记得也是诗歌 一生年的神者 为我牺牲自己 记得没有? 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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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高阳 你是米山 野生 你也是 全 我要悲伤 乃 敬拜 你主啊 因为你是 惨离 我 我 要 我 有 他 你 可以 那 你 你 你要 你 尤你 只 有 有 你不要听过这首诗歌 有 没有 没听过 再唱一次 很美 为什么很美 他的歌词 讲到以色列的圣证 不是那个以色列 把你的名字放进去 把名字放进去 他里面的不止歌词 再讲到小调中 赞你神 他讲到什么 他里面神把那美好音乐 很美的和弦放在这里面 他里面变化了和弦 非常美的和弦在这里面 以色列的神 为我牺牲自己 神高扬 神高扬 圈士 显士 我 要归向 我的 开阶 恨恨你 因為你是我 王子王 我又會想 愛情恨你我生 後悔的事 何聽幾句 有沒有很好聽 有沒有 然後回去到Youtube裡面找以色列的聖者 小吊中的賬美 在悲傷中的敬拜 神非常喜悅 特別當你在那種難過當中留下的元力 那種敬拜更高貴 我相信神很大的恩高 會在那個地方出現 敬拜是何必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只在喜樂的時候 得意的時候 加薪的時候 升遷的時候 得到工作的時候 喜事的時候 在那邊敬拜的時候 特地被你在失落的時候 你甚至在路上當中 甚至你在病痛當中 甚至你 在虛虛多多堂說 心裡面幾乎是破碎的事 就是 你再回到主的面前 你在敬拜之位 萬華之王 神的恩高 會在 你的敬拜當中 有一次我心裡面也難過的時候 我寫了一首詩歌 這是詩歌歌 幾乎憂鬱症要發生的時候 或是已經在憂鬱症的當中 但是感謝神 祂會回到主的面前 對祂的心說 我心裡也會有問題 結果當中 神医治了 當 在那最痛苦的時候 祂發出了對神章 神 就移治了 這樣一個 祂的憂鬱 移治了祂的難處 那我看到這詩歌 這篇詩的時候 神就有點感動 寫下來一首這樣一個詩 我心啊 你為何你們 在那個敬拜當中 神給我 只要一個一字 只要給你們 這個一個恩典 這個詩歌說 我的心啊 你為何有 為何在我裡面煩躁 我的心啊 你為何擁抱 為何在我裡面煩躁 我的心啊 你為何擁抱 為何在我裡面煩躁 我的心啊 我的心啊 我心可相依 可相也和我永遠 他一定會有 你為何我們煩躁 相依 我感動 enen 应当阳光 当阳光不尊 祂是我脸上的荣光 应当阳光 当阳光不尊 祂是我脸上的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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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徒 sight我 我记得起诲师格只是be Yo 给我很大的医治 这个母亲 离开我的时候 我那一个月 几乎陷入到的一种愈意疾成里面 走不出来boz 我行了一个很大的律者 我母亲从台湾回到美国 跟我居住的时候 我的字子说我没有看好 因为医生交代他说 这些药你要好好吃 但是我们在书当中 没有看到 没有看我妈妈 他要照常吃 因为我在家一忙 就忘记了这些事情 突然有一天 他这样子 走的时候 我心里很难过 因为医生告诉他 他可以 身体还很好的 只要好好按着钥匙 所以那时候我很难过 现在我知道了 我们当中 如果我们长辈胃不好的时候 你记得不要以为是胃不好 那一定跟心脏有问题的 因为医生去跟他讲说 胃啊 胃当然是胃的问题 没有想到是心脏的问题 医生有时候会误诊 所以我很难过 因为医生讲他身体还好 就是这样子的情形 他给他讲说 我回来以为是胃 其实是心脏的问题 就是给我们一个尝试 所以那几乎两个月 等到现一个难过的一个情形 那感谢神 神就在那地方 好 太多了 你在右上方有这样的神智 特别是在灵内的当中敬拜 神跟看众人那里一定的 敬拜是很重要的 可以在那么大的地方 荣耀的圣殿的敬拜 也可以在很小地方 在你个人的敬拜当中 会发生那种能力的彰形 就是我们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众这个敬拜 只要我们敬拜和神信力 以色列赞美出现的时候 我们上海主 无论是喜乐 无论是印象当中的敬拜 神必设立在你 宝座在你宝座 也请祝大家 让我们在敬拜当中 经历到神 奇妙的宝座 我们第一个来祷告 主 我们谢谢祢 那我们今天 马上在这地方 主一起 来思想 神也要画一个阿弥陀佛 主 你在 幻世之前 已经把这座美好的 最美的敬拜来告诉我们 也让我们每一个属女 神的阿弥陀佛 能够来敬拜你 因为你创造我们 就是要来敬拜你 我们一生最有意义的 就是来敬拜 我们生活就是要敬拜 我们是敬拜就是生活 我们让我们在敬拜当中 经历神那其大的恩典 能力在你当中 主 我们不看我们现在的环境怎么样 主 这环境不能影响我们 我们家庭 我们的事业和公司 不能影响我们 无论任何的风浪不能影响我们 只要我们 在你面前 在你面前 献上我们敬拜 与你 对整美好的关系 主 你必然在敬拜当中 来歧视我们 来教导我们 来引导我们 来医治我们 来释放我们 谢谢你 让我们在 今天马上 在这里一起 来释向你的话 以后 借着敬拜 继续来教导我们 我们这个整个器皿 成为 神耶稣喜悦的器皿 成为敬拜的器皿 来荣耀 感谢主 谢谢主听我们 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